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开始了 好,时间到我们要学会准时 准时开始,准时结束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那个守时也是很重要的,对吗?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线上主日学 再次欢迎大家今天 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学 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一起把手合起来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 能够再次在线上 能够有主日学的时间 求主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课程当中 对你更认识 祝我们感谢你 祷告我们耶稣名求 所有上帝的小孩说 好,太棒了 今天我们有美方老师 还有恩西带领我们 唱诗赞美神 你们准备好了吗? 来,可以站起来了 好,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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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晚是从何来 我今晚是从早前 天地的月头花儿来 我呀山荒山之谷 我今晚是从何来 我今晚是从早前 天地的月头花儿来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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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晚是从早前 我今晚是从早前 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的山高山之路 我的道主祭而来 我的道主祭 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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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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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道主祭 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要啊 要回家 要啊 要回家 要住在我车上 我就不怕风浪 直到暗地铁匠 要住在我车上 我就不怕风浪 不怕风浪 不怕风浪 要住在我车上 我就不怕风浪 直到暗地铁匠 要啊 要回家 要啊 要回家 要住在我车上 我就不怕风浪 直到暗地铁匠 很美好 小美的孩子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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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爸爸你爱我 我要天天赞美你 大厢恍惚感谢你 天天妈爱你 天室是我好困难 我要天天赞美你 困难来了不害怕 天天妈爱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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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的孩子最幸乐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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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赞美的孩子最幸乐 天父爸爸你爱我 我要天天赞美你 大厢恍惚感谢你 天天妈爱你 天室是我好困难 我要天天赞美你 困难来了不害怕 天天妈爱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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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的孩子最幸乐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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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慘悲的孩子最幸乐 在美的坏 吹醒了 乐乐乐乐乐 乐乐乐乐乐乐 在美的坏 吹醒了 可以啊 我是要讲你们真的唱得很棒 我在看你们跳 然后呢 欢迎一星 刚才我没有看到你 现在有看到你了 其他的小朋友 欢迎你们还有Jayden 你也来了 哈喽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课程了 你们可以坐下来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 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好 我们现在要上课咯 在没有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之前 我们来复习一下 那近期我们讲今年 我们最主要要做到两件事 谁会记得我们要做到两件事 什么事 第一个是 更认识谁 上帝 对了 更认识上帝 然后第二件事 是 跟上帝建立更好的关系 我们可以上主日学 我们可以透过上主日学 可以透过跟爸爸妈妈一起读圣经 来达到这两个目标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要复习一下 我们上个星期有学到一首老师很习惯的歌 你们还记得吗 什么歌 记得没有 神经历 记得没有 ok 来 指出来了 我们再唱一次 准备 1,2,3 神经里主我听清楚 看自信说明白 我主了 很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好,现在呢 我要给你们看我今天带来了一样东西 我带来了一样东西 好,现在我先mute你们一下子 你们听我讲话先 等一下我问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回答我了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 我自己做的时钟 为什么我要带时钟 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对吗 我现在要问你们的是 我卡了 我卡了 可是我 好,你已经好啊 要怎么过啊 这个就这样的 一下子啊,一下子啊 一下子啊 你现在看到了 你有看到我吗 有看到我吗 有看到了 ok 好 今天我带来了自己做的这个时钟 我要跟你们谈一下时间 我想问你们,你们每天早上9点 你们做些什么 每天早上9点,你们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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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什么 有时候我睡到9点 哦,9点刚起床 有些人9点刚起床 有些人9点刚起床 哇,有些人9点在看电视机 还有嘞 多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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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到9点 有些人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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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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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有呢 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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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吃饭,有没有人9点吃饭的 ok 有 有吗 吃饭 ok 吃饭 吃饭 所以你看时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对吗 我们一直都在被时间限制 每天 哦,几点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 几点了,我们应该做什么 时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还有时间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时间可以告诉我们 关于上帝的一件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今天带来的 画纸 我要在这里画上我自己的时钟 看一下啊 我画,看你们看得到吗 看不到一半 嘿嘿嘿 ok,这样子可以吗 他在这里了 哈哈 这个是我自己的时钟 我再画一个时钟 然后 然后这个时钟需要那个 时针跟秒针对吗 ok 我画 时针跟秒针 好 然后呢 在这个时间里面 刚才你们讲到 你们会做什么东西 对吗 然后 这些东西 有时候你吃饭 你跟你家人一起吃 对不对 所以家人对我们来讲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把家人画进去这个时钟里面 因为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是和我们的家人一起相处 对吗 ok 有妈妈 有爸爸 有弟弟 有你 有妹妹 啊,家人 可能你家里有宠物 可能有一只狗 哈哈 可以换一只狗 好,这个 哈哈 ok 然后 可能你走到外面去的时候 看得到很多树木 对吗 你家里外面可能也有树 我们就把一些树画进去 这些都在我们时间跟空间里面有树 还有 哦 天上的什么 你看到 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看到天上的什么 云 云 云 还有呢 还有 还有小鸟 对吗 哦 还有老师特别 老师特别喜欢那个 海边 哦 对 太阳 对 太阳 把太阳画进去 还有老师特别喜欢海边 我要把水画进去 哈 你看 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 对吗 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上帝创造的 对不对 那我想问你 那是谁创造上帝 谁创造上帝 谁创造上帝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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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不知道 因为上帝不受时间限制 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 但是上帝呢 他不受时间限制的 在上帝的那个观念里面没有像我们这样 12点 1点 2点 我们只有24小时一天 但是上帝他不受时间的控制 甚至上帝是那个创造时间的 圣经里面讲 起初神创造天地 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时间也是 上帝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还有 圣经里面也讲 上帝是永恒的 什么叫永恒? 什么叫永恒? 对了 很好 永恒就是永远存在 永远到永远的 永远的 永远的 永远都在 所以这个叫永恒 我要问那些比较大的 你们看过这个符号吗? 比较大的 你们看过这个符号吗? 无限 无限 对的 诗群 无限 无限的意思就是没有限制咯 所以上帝他是永恒的 他是无限的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很多人有时候会问我 老师 我在马来西亚祷告 我朋友在英国祷告 这样上帝要请谁的祷告? 上帝可以在同一时间 在不同的地方吗? 可以 因为上帝不受时间 跟空间的限制 上帝不像我们 他是上帝啊 他可以同一时间 听到所有人的祷告 而且不管你是半夜 上帝有祷告 还是早上9点祷告 还是晚上12点祷告 上帝都在听 因为上帝不受 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上帝是永恒的 是无限的 时间是他创造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 上帝不懂有没有在听我祷告 你可以放行 上帝有在听 所以记得上帝是创造主 他是自有永有的 这个字很重要 自有永有 就像刚才幼子讲的 上帝本来就存在啊 因为就是他创造这个世界 他创造时间 他自己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他是永恒的 永远在 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 圣经里面讲上帝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哦 所以今天透过这个时钟 让我们记得 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 是无限的 他是自有永有的 而且无所不在的上帝 好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 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学到什么 看一下 ok 来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学到什么 第一个 上帝是自有永有的 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 是自有永有的 有的 第二个 上帝是永恒的 上帝是永恒的 第三个 上帝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上帝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还有上帝无所不在 上帝无所不在 上帝 好 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课 你们对上帝有更深层的认识 然后知道上帝是永恒的 知道上帝是无所不在 上帝自有永有 好 好 谢谢你们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祷告 谢谢我们 永恒的上帝 好吗 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课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课程 让我们知道 你是自有永有的上帝 你是永恒存在的上帝 你是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的上帝 主你是那无所不在的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创造了我 谢谢你创造了这个世界 谢谢你爱我们 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所以上帝的小孩说 阿妹 好 接下来呢 是手工时间 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手工要做什么 你们可以先看 先看之后过后呢 你们可以自己做 ok 如果你忘记 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会做成视频 可以看回去怎么做 今天的手工很简单很简单 你只需要准备一个纸盘 准备两张纸 还有准备一根棉花棒 小小的棉花棒 如果你有那个开脚的丁也是可以 好 我先来跟你们讲 刚才你们看到我的10种 对了 你们刚才看到我的10种 对不对 好 你听我讲我要你做什么 在这个纸盘中间有一个圆圈的线 你有看到吗 对 ok 你就要照着这个10种的线画 画那个圆圈 画那个圆圈之后 我要你在这个圆圈里面画上你觉得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珍惜的事情 像刚才我画什么 你们记得吗 刚才我画了谁 刚才我画了我的家人 还有勒 刚才我画 还有树木啊 刮草啊 你觉得重要的东西 你把它挂在这里 挂在中间 可以吗 你觉得重要的东西把它挂在中间 然后记得把上帝写在这个10种外面哦 啊 我们写上帝在这里 上帝 把上帝写在这里 然后下面这里要写什么 永恒 永恒 对了 写永恒 然后 你就把外面再成图上颜色 就像刚才这样 图上颜色 你喜欢的颜色把它图上颜色 之后呢 你就在中间穿一个洞 中间穿一个洞 然后用这个棉花棒 在这个两个 针上面也穿洞 然后 把这个穿进那个洞里面就可以了 你的10种就完成了 棉花棒啊老师 啊 棉花棒剪一半就可以了 哦 棉花棒剪一半 啊 然后你过后跟它剪开打开来 它就不会插到 OK 就是这样 然后你这个10种呢 就可以提醒你这个10种 就可以提醒你 上帝是永恒的 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OK 你把这个10种设计每一点 就是你把你觉得重要的东西 画在里面 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觉得什么东西重要 你可以画你的家人啊 画你的玩具啊 画天空啊 画草地啊 画画都可以 OK 然后从肩旁边这边 呃 涂上颜色 让它比较七彩一点 然后把这个十针跟分针 弄上去 你的10种就完成了 OK 记得如果你做好的话 你也可以拍照给我们看哦 好 我们的手工今天很简单 对吗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花点时间去完成它 还有今天的课不要忘记 好 下个星期我要给你们讲 下个星期我们要庆祝新年 然后呢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我们要庆祝新年 所以下个星期请你们穿新年鸡可以吗 老师也是 不用 不一定要新的衣服 不一定要新的衣服 美美的衣服就可以了 老师也是没有买新鸡 我就穿红色的衣服 OK 然后呢 我们有准备了恩物给你们 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会派去你们的家 所以也会把上个星期的礼物 已经送给你们 老师 礼物也是送给我们家 对呀 送去你们的家 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哦 OK 所以 下个星期我会把东西 里面有什么 不要跟你讲先 嗯 密来的 OK 下个星期送去你的家 然后 我也会把你们这两个星期的chop 谁有住现在 线上的 在线上的都有chop 诶 这个 那时候我们想要给我们两个chop 对对 我会把你们总共拿到几个chop 写在一张纸交给你 下次你来到主日学 你给我们看那张纸 我们就会把那个chop 放在你的书里面 OK 这个星期所有上线的小朋友也贵有状 OK 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的记录下来 然后把那个子给你 然后也把恩物给你 把礼物给你 希望你们过一个快乐的新年 不要忘记下个星期我们有 新年庆祝会 还有游戏哦 就记得上线哦 谢谢老师 嗯 好 我们现在一起祷告 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学 还没有结束之前 有没有什么歌 你们想唱最后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 有没有什么歌想唱 想念想 蛤 蛤 想唱什么歌 有猪在温串场 是吗 是吗 我们唱用一首歌来结束好吗 好我们就唱有猪在温串场我就不怕疯了 是吗 慣张 ok 我们以这首歌来结束好 来你们请 嗯 哦 没有那个拨那个video的话 真的是气 carn当中� 적 哈哈哈 ok我们唱就好 我们用这样子唱 一二三 有猪在温串场我就不怕逢了 有猪在温串场我就不怕疯了 不怕疯了 有猪在温串场我就不怕疯了 直到安地天家 要啊 要回家 要啊 要回家 有主在我们穿上 我就不怕动了 直到安地天家 所以希望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也不害怕 来打道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们生命里 让我们能够不害怕 虽然每天会面对很多的事情 但是有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成为我们的帮助 谢谢你因为我们今天学习到 你是那永恒的上帝 你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 你都在我们身边 谢谢你天父 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这群孩子们 保守他们的家人 让他们能够继续的享受神里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所有上帝的小孩说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主日学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个星期等你们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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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